Hello 大家好 Hello 齒觀年輕了很多 齒觀和我差不多年紀 齒觀你頭髮黑穿 厭了髮 厭了髮 不敢無牌齒觀 不敢做無牌齒觀 你扮得像些 太不像 齒觀今天有點 不空 找我頂著一晚 不空那麼簡單 他很複雜 他去了花地馬見姓母 喔 花地馬 這個值得說 不如現在說 我最喜歡趁他不在說他 留下花地馬回來再詳細一點 花地馬 語言 其實女王應該是鄉下 其實我和我爸爸 都不會說葡萄牙話 我的確是 葡萄牙姓士 在葡萄牙 鄉下 但是我爸爸 因為我爺爺過世一早 所以我爸爸 比較近荷蘭那邊 就是我阿嬤那邊 所以我家人都在荷蘭 但不用問他 我不會說荷蘭話 因為我問他為什麼不教我 我爸爸就說要廢 他馬上回答我 那沒用 那沒用也要教我 我爸爸心想你先搞定英文 可能是這樣 對 那花地馬可以等次官回來詳細一點說 其實他是和一個預言有關 我們以前 我跟你合作過 如是我文 都做過兩集 是預言的 是 花地馬是和一個天主教預言有關 是 葡萄牙的一個牧羊女 說牧羊期間 有遇見聖母顯靈之類 為什麼聖母是要選小孩來顯靈的呢 他不可以選大人 那我就不知了 聖女貞德也是 牧羊的時候顯靈 也是十幾歲的女生 如果都市人想得到聖母顯靈 給你幾個綠合彩號碼 請你去牧羊 對不住 香港就 如果你知道你是牧羊 做農業的 一定趕絕你 沒錯 一定趕絕你 種菜也沒得你分 種菜也沒得你分 香港以前有種過米 有 香港以前是種水稻很多 後來其實水稻因為收成比較少 辛苦 吃米的利潤也不夠 其實後來多了種菜 多了種花等等 後來因為地產主義 就連這些都沒有了 你想繼續種菜 我倒些泥頭 政府不會理的 政府一定不會理的 政府一定不會理的 倒泥頭的人 你嘗試拿個Uber出去 你嘗試去Hitter Gender 聽音樂 那他就抓人封艇 或者你有能力表演 哎呀 小心點 還有聖誕節 我們不要交換禮物 知不知道 我千萬不要放箱出來 給食客抽獎 聖誕節都不要交換禮物 因為被人拘捕 這麼嚴重 對呀 他說任何這種 有獎品交換 扣過抽獎 都不行的 都是非法的 跟他博彩條例 這樣 這樣 那用不用這些條例呢 就好看他執法的時候 的選擇性 例如你倒泥頭 亂倒泥頭 其實都是犯法的 不過為何他可以任由你們倒泥頭呢 是吧 很過癮的 又例如 你在街邊擺小販 也是禁的 但你試一下 地產背景的電訊箱 在這裏 整條街都是 我看不到對面馬路 你知道我住銅鑼灣 一到街就看到一排的 人牆 地鐵口最多人 有一個人打了 好像一個城牆一樣 你也傻 說句壞些 如果對面 過馬路 有人撞車 或者有人有什麼事 暈倒了 看不到 全部被那些耳拉架 一鑊就蓋了 風箱 我試過因為追巴士的時候 幾乎被耳拉架的線 踢傷 幸好我殺車殺 你的腳是不是因為這樣 這樣也沒有 這樣也不是 不過其實很明顯 一件事 香港本身都是一個禁室的 是 不過看下禁什麼 不是 看下禁哪一個 對 看下禁哪一個 是吧 包括我們今晚主題 講宗教禁忌那裏 亦都是要看下禁的對象 還有禁的原因 是 很多沒有原因的 阿楊 我覺得是有原因的 你覺得有原因 好啊 你講的有原因我講的沒有原因 好啊 來 事緣為何最近有這麼多 講宗教禁忌呢 又是跟天主教 基督教 基督宗教和香港 對某些爭論有關 是 話說 跟某些議員都有關 最近那一幕先搞的 就是周浩鼎先 是 立法會議員 阿鼎鼎 一直叫他名字 阿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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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鼎嘯也好 阿鼎也好 這位周浩鼎議員 年輕有懷 那麼 就幫香港社會 揭發了 六八九干預 UCL 集合法委員會 那樣東西 立了大功 一方面向建制方面表忠 另一方面也向香港社會 立了大功 沒錯 讓大家知道一些真相 我們一定要持平 客觀公正 所以我們要多謝他 如果他不懂得HIGH 叫一個Hyperlink 如果他懂得多一點 怎樣修改呢 這個真相就不能大扮於人前 你又知道他不懂 他扮演也不懂 是不是 沒有理由一個律師不懂 這個是普通按一個就是接受 或者是不接受 按個字而已 還有譬如他最後一個假緣是一個Q字這樣計算 然後你可以Backspace 刪除了Q字再打回 那條Hyperlink就沒有了 所以他一定是有心 還有議員助理呢 他們起碼 你想一下 民建聯的每個立法會議員 怎麼只一個助理呢 他自己不懂得找議員助理幫忙嗎 所以你說他傻到連這些都不懂 一定不是 或者是故意 嗯 我覺得有些少是故意 正所謂無間道 人家不是說大奸躍中的 大奸恥中的 大奸恥中的 大之躍如 是啦 他就是這樣 是啦 所以在犯禁的時候 他反而調轉 他是大中詞間 總之犯禁的時候 都要犯得好像他有點老 有些網民就不生性 嗯 就拿他呢 就去年 新界東補選的時候 哭著用哭腔 說我是主內兄大 希望選舉之後 等等 有些聽眾說 all freeze 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真的輕了不動 其實很容易分到 如果你看到我隻貓 在那邊彈來彈去 那你就知道 是看到的 是啦 但如果你看到隻貓 又是這樣瓊了 然後蝴蝶又這樣不動的話 就是全部都瓊了 為甚麼 為甚麼有人說 all freeze 為甚麼 還不知道啊 有沒有人看到 或是看不到的 請出聲 dead bird 嗯 那隻牙真的死了 現在又飛回了 到底你們聽不聽到我們呢 給點反應來 嘩 聽到沒有 大家 聽到沒有 留言啊 如果你們沒有留言 或聽不到 我們就繼續 正常 everything is fine it's ok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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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繼續 不好意思 剛剛就說到 這位鼎鼎 可能是大肢若魚 不過有些不生瘦的網民 不生瘦 可能是不了解他內心的一個真實 也可能我們也不了解 純粹猜測 不過就揭回他過去做的事 例如去年新東補選的時候 他又用哭腔說 哎呀 很希望選舉之後 都和大家做朋友 大家都是主內兄弟 我信主 一切交託給主 他就不止在傳媒那裡第一次 即不是第一次 在傳媒那裡說自己是一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我們不會質疑他的信仰 天主教不是基督教 天主教 都是基督宗教裡面的羅馬天主教 哎呀 好正統的 好正統的 我們不質疑他的信仰 當時也沒有什麼人質疑他的信仰 問題是 如果是這樣 萬一陳日君書姬 受到這個政治 不要說迫害 受到檢控的時候 不知道阿鼎鼎會不會出來支持兩句 那就不知了 我們要看看 那就不知了 暫時還沒有發生這件事 我們就沒有作出檢控 不過因為鼎鼎 周浩鼎在2017年的大年初二 去了車公園上香 誠心上香 然後就被人拿他的主內兄弟的說話和上香那幅圖做了對比 然後就在Facebook網絡那裡 又是周圍瘋傳洗版 其實在他拜車公之後 那段日子 他是不是代香港拜 他是不是求車公 再派這個麒麟神秀 一下 開業樓 在香港除瘟疫 那又真是不知了 不過他又說這個是習俗之旅 那就是說他不是誠心拜車公 那奇怪你又不誠心 那真是對車公不敬 但是根據十屆 第一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雕刻扮偶像 這個十屆的第一、二屆又中了兩犯 那到底應該怎樣 可能兩邊的禁忌你都觸犯了 但我又幫他撐好嗎 我現在化身無間 我幫他撐一下 原來在梵帝綱 裡面台灣駐梵帝綱的大使館 裡面真的有拜孔子的儀式 這一點的確有的 是明朝利馬道 耶穌會是利馬道 引入的 因為當時中國沒有接觸過現代的天主教 當時天主教也因為在歐洲受到新教的衝擊 宗教革命等等 他要爭奪信仰的話語權 耶穌會那班 不是我們所謂的耶穌 是非常有學問的一班人 而且有科學精神 他們不會說有神就不可以研究天象 然後又不可以想想地球都是圓、直、方 絕對可以的 而且他們的科學知識很豐富 引入很多當時的西方科學知識 天文望遠鏡、幾何等等 數學等等 而輸入中國 對東西文化交流非常之有貢獻 即使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壓迫這麼厲害 他對利馬道的評價都仍然相當高 利馬道死了之後是撞到北京 那利馬道呢 唉 真可憐 好撞不撞 他不是好撞不撞的 他認為他一定要把他的全教使命貢獻給中國 這個是我們值得尊敬的 這也對的 在人類歷史上值得尊敬的 因為始終那時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國很不同 很不同的 當時利馬道其實是可以接受到什麼呢 中國人在信天主的時候拜孔子 因為孔子不是神 中國從來沒有認為孔子是神的 孔子自聖先師是聖人 聖人他也是人 天主教裡面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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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在孔子之前是貴族專利,後來才教育普及化 化三千七十時,有學生三千人等等 另外除了拜孔子之外,可以拜祖先 祖先其實是你對祖先的紀念 不過西方人都會很重視祖先 他覺得這些可以溝通傳義 但是利馬鬥從來沒有說你可以拜玉皇大帝 你信天主,你也可以信祖君 但這個我真的要問,家家戶以前也有祖君 而且他說他讓你拜祖先 其實拜祖先,這個我就熟行 女皇一定熟 所以你拜祖先的時候 你知道以前就不是骨灰陰的 以前真的有個山墳 山墳,如果各位聽眾有祖先是葬了 是土葬的話 你都會發覺,拜完之後 他沒有紮幾張紙仔 在一個墳頭上面 而你拜祖先之前 他旁邊有個,沒有眼看 這個雞雞已經慘烈犧牲了 然後在你拜祖先之前 你不要直接走過去去拜祖先 你不要直接說叉燒、燒鴨、油雞都攤開了 不行的 你要拜祖旁邊有個細細的,叫做後土 你拜完後土之後你才可以拜祖先 拜完祖先之後就紮紙仔 現在就算我行山很多時候都經過一些新界地方的山墳 他們的山墳如果是做得比較大的時候 都有剛才你說的 除了那個主墓碑的墓寵之外 隔壁有土地之類的 他要打入中國信仰的範疇 他是盡量尊重中國文化 而禮拜的那些拜物的文化 他不是特別尊重 他特別尊重瑜伽的道德精神 這個才是最重要 而至於中國人所說的天道 他認為是跟天主那些天道 有很多吻合的地方 這一點一直到清朝初期 明末到清初來華的傳教士 其實都一直是跟從尼馬道的方式 到了近代 因為當時天主教在中國弱勢 近代強勢的時候 基督教天主教強勢的時候 就已經一般是不能夠接受 要拜這些拜那些 例如我現在有些基督教信徒 看到別人家有神偉 就不是馬上丟掉 但都盡量鼓勵別人不要拜 拿走這些神偉 從信仰來說 就沒有說不對 不過周鼎鼎這樣拜 即使他不是誠心去拜車公 但他其實已經是 一來對車公不敬 你不誠心拜 你就不要拜 沒有人叫你去拜 你也想上鏡 那天主或基督宗教裡面 十教那兩條 你又犯了 一旗就奇怪了 這個我當他是信仰自由 你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 我不管 不過香港的基督宗教 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 就沒有出聲 好像默許了這樣 我反而覺得比較奇怪了 即是說原來十屆頭兩條 是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拜偶像 可以的 如果不可拜別的神 他第一個已經慘了 毛澤東是否神 在共產黨裡面 當然是 在天安門廣場 是否在大條屍封被你供奉 是 他相信這個毛澤東教 那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是 你無教 你入得民建聯 我當你也相信無教 你拜不拜 局長何志兵拜車公求籤 求完之後下籤 諸事不順派 那不是就是沙士來 那時候有些人說 怎樣啊 局長 我是基督徒 入鄉除族 大哥 你不是 舊時英國的鬼佬 你是 回歸祖國之後 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 是屬於香港那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官員 你不是什麼入鄉除族 是吧 你是官員 代表香港 而且你在香港 土生土長 我當你受了幾年外國教育 這個時候 就要拋出藍絲 最喜歡說的一句 你是不是中國人 這樣 結果 不是一件事 結果就是 民政事務局局中的身份 求那些下籤 上籤給香港 下籤給我 SARS之後 你知不知道怎樣 死了299人 全香港陷入一片恐慌 樓市大跌 唯一最好的地方 唯一最好的下 樓市大跌 香港人自己不生瘦 繼續不肯把握這個機會 轉營不到 有今時今日的報應 大友聽了 我回應好笑 很快地這樣說 好 寶寶峰就說 Can't see using iPhone Last time like that already 但David Kwan Chow 就說 Looks fine on Android Joyce Lee 又說 隨後皮疆 去戴上去 ceu-t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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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Amber surmer 他說我今年要陪家人,不去了,他學到東西,但其他建制派紀元就真的學不到東西 16年的時候葉劉又是不清自來走到車公廟那裡,就被麒麟的人獸一砍,就砍到飛起 之後就想著,沒事了,結果想選特首,連習都入不得 這麼中軍愛國,你想想他付出多少,看到他一腔熱淚,當然沒有流出來,但在眼腔裡面,朗下朗下,我見有念 政客很多人在裝作,不過我相信那一刻他不是裝作,真的傷心 麒麟初遇被麒麟撞一撞,不是好玩,很多聲稱自己是基督徒 林志榮當然也是,天主教徒 亦都受神啟示,來選特首,是否網稱上帝的名,十界第三條,我不知道有沒有發行到 由牧師和神父跟我解釋,我不存在 但他的神在西面,我不知道,西環的神,這個真的要牧師 但他在西面又不是阿彌陀佛,他在西面的神 一路向西,一個心不是在東,不是在中國,不是在西面 包括那些子女,本來都在西面,調回來,然後獻上做人質 換來自己一個特首之位 是否可能是傀儡,如果這樣看法 真的不樂觀 另一個沒有吸收教訓,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周豪鼎 犯這些禁,我們今天說禁失不禁話,犯這些禁 結果呢,今年拜完車公之後呢,不成功 車公真是正氣啊,果然是車大將軍 結果就是這樣 你見到葉劉是不是,嗨了,對不對 跟著你周豪鼎又嗨了,還有局長,又是嗨了 為什麼呢,不信米蘭拜 所以呢,你信不信車公一件事,車公沒有逼你去上鄉 你應該尊重人家,那個民間,本土,任何宗教都好 那個禁忌,不要亂禁 車公其實是什麼神呢,就是一個驅瘟疫的神 都是正面的,沒有有神明的 他沒有說要你,地方神明 沒有有人口平安之內 他原本就不在沙田,是在這個西貢的 又是西貢當年有瘟疫,請到車大元帥過來 車大元帥啊 人家誠心想鄉,沙田有瘟疫 嗯?那邊東邊的西貢的車大元帥,由西貢請回來 廟還起到現在是最大 很多人誤會,車公不是沙田的,原本是向西貢的 找他過來坐鎮就搞定了 我們現在不是說叫大家去信車公什麼什麼 但是呢,大家要尊重每一個宗教的禁忌 你不信,不要進去整天去搞人 還有不要進去廟廟共,沒有人逼你去 真的一個人,有一個人,難道真的不怕嗎? 不怕的,只要看著自己每個月的銀行賬簿就可以了 你知道現在共產黨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嗎? 然後他們真正的神,現在還在天安門睡著那個 不能夠入土為安,這個真是重點 這位無神,無神論的無神,無魔 他就說要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 他覺得好玩,好玩 他就是什麼都不怕 他現在的後世子孫,追隨者至今都是這樣 不信就走去莊香,不信就走去求籤 然後自己騙了,當然是對我來說很開心 但是據說現在中共內部 就算黨員很多貪官污吏等等 其實這個迷信程度都相當厲害 不要說迷信,他們信到滿天神佛 甚至有什麼戲公司 又聘請一些不知什麼 古靈精怪物,安什麼符 被人抄家,你知道打貪 除了抄家,除了抄到人民幣之外 很多時候都抄到這些佛像 什麼古靈精怪物出來 其實我之前有一集,我忘了 好像是決戰我們說過的 就是北京他們之前 有一次大鑊行動之前 就是要打貪官 拉高官落馬 那些全國政協那些 你明白嗎?大事的時候 發覺石獅子都不見了 留下了,睡醒一覺 不見了,那些人都會動 就是全部撿走這些石獅子 接著就動他們 就是要破他們的風水質 因為他們的高官 個個都說不信不信 為什麼我可以 以一個過來人身分告訴你 因為我都認 我曾經是幫一個國安局的高官看風水 他們雖然說不信 但其實是很信 個個都有幾個師傅 而且是很厲害的師傅 花的錢不少 對,直接是又給樓 又給女人 又給車去供養這幾個師傅 接著在泰國那些黑毛師 有分黑阿讚和白阿讚 阿讚那些師傅 有很多現在是不見一般人 因為就是被大陸的官員包起來了 直接不是一般的風水命理 是去到無術的層面 但已經不容易請賭 泰國現在的一般人 不容易找得到 是啊,但有洞路的 譬如說我要找我也找到 但是呢 現在勁的那些 根本已經不用理會這些散客 已經被大官包起來了 他們就是深居簡出 重要呢 那些官啊 那些有錢人 大陸的土豪 他們包一個黑毛師啊 或者那些風水師傅呢 他就是包起你 包起 就是說你只可以幫我看 你不可以幫其他人看 如果一讓我知道 你幫其他人看 我立刻斷 立刻斷我的公養 他的公養 不是幾萬元一個月 這麼簡單 都是有樓有車 有司機 有女人 有錢 對呀 還有差不多是全天候監控著 假如我是個土豪 這樣算 然後你就是我的師父 我的巫師 這樣算 你去哪裡我都知道 私人巫師 沒錯啦 因為我有保鏢跟著你 我就確保你不能跟外界接觸 誰知道你會不會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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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我的人 你每一個行蹤都報給我 確保我老婆也不能把你身 我的二三四婆也不能把你身 只是我 直接聽名於我 為我所用 中國的政治 宮廷政治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 毛術 我記得禁室都說過毛術 這個要聽明晚 次官會說毛術 這個一定要聽 我們今晚 下開小小話題 中國公共政治 我們探討他 不一定是有毛術 自古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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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到什麼 猜到秦始皇 嘩 我們真是 隨福 以信史時代開始 雙朝已經很無風很成行 人生人殉 殺人濟臣很厲害 到近代 清朝宮廷一樣 康熙裡面都是很多毛術 漢武帝 無古之禍 危進南北朝那些也是這樣 亂到不堪 亂到不堪 你就算強如秦皇漢武 一樣 到今時今日 這個宮廷政治 遍地開花 你越是講毛神論 越是遍地開花 你知不知這件事 為何會順算命師呢 因為你有恐懼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恐懼 而不是因為貪裂 亦更加不是虔誠 沒錯 貪我自己是術數的 但我也很明白這件事 我們的living 是Based on 客人的恐懼 很坦白 不是貪 因為貪 只不過是一個小層面 不是最大的層面 他貪他可以去 不擇手段賺錢 他可以天不怕地不怕 和人人去鬥 搶人家飯碗 霸人家地盤 都可以的 他是貪 他就完全沒有約束 去拿到最盡 但是他貪之餘 他有恐懼 他怕他的好運會用盡 他怕他會被人抄家 他怕他會被人拉下馬 亦都很清楚自己做過什麼 是的 應該最好笑的是什麼 你想想 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有問題 他就知道有問題 所以他怕 所以他願意用千金萬兩 去換這些 有特別的能力的人 不論他是風水也好 道家的正統法術也好 還是黑毛術 即是有用到屍油 用人骨 甚至是整個 你叫滷國 即是整個乾絲 放在這裡 供奉也好 我聽過最誇張的 就是母子的屍體 嘩 大肚婆 屍油也是拿大肚婆 但是屍油 這樣也是幾滴 一條屍有很多屍油 分很多人 他覺得不夠 我要一個人 獨攬一條屍 嘩 一個大肚婆 戴著肚子 死於非命 整個屍體 拿去風乾 嘩 這些很貴 你知不知道 很罕有 你知不知道最多人搶的 就是這些 內地最多 而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古曼彤 古曼彤 直役 其實是金童子 本身是一個積伏的表現 為什麼積伏呢 因為讓他有個容身之所 讓他免於恐懼 給香火 但是 也有一些 就是一條乾絲 滷國 兩者 你猜到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存得最多 存貨最多 大陸 沒錯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在深圳 是廣東省 肯定 就算不是深圳東 就是一個最大的 古曼彤中心 裡面有幾千個 比泰國還多 來源在哪裡 泰國 都是在泰國 那就是作法 沒錯 包括那些滷國 一條條乾絲 他們實際上是 哇 幾多錢都要搶 是 這些就真的 你是整個 證明 整個信仰道德崩潰 才會去到一個 這麼瘋狂的地步 如果你是中國傳統 只不如怪力亂神 以前怪力亂神 都只不過是 就算是巫術 這些都是很少部分人 如果你現在去到 整個國家 都越來越多這些東西 原本沒有 變得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證明 他這個國家 國民的信心很脆弱 道德危機很深重 而且所有東西都不能依上理 去理解 就是說 為什麼那個人做的事情 我做又不行 因為他特權階級 他官二代 富二代 你走出間 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 得罪了誰 你可能死於非命 可能整個家人都沒有 所以你就會依靠一些 不是在常理之內 因為你的生活 已經不可以常理解釋 那你就要靠一些 常理以外的能力 去保護你 對 說起特權階級 你一些禁忌 有時都是 會有特權階級之分 我們除了大陸之外 香港那些 剛剛我們說 賣車工等等 又說回宗教禁忌 同性戀最近又有一個爭議 很嚴重 就是5月26日 政府決定上訴 公務員 有一個高級警示務主任 跟他新西蘭註冊的 同性配偶 又享有公務員配偶的福利 政府決定上訴 這方面 在他正式提上訴之前 我自己WhatsApp等等 都收到很多 大家要為這件事代討 大家發動聯署 要逼政府 一定要在5月26日之前 一定要去上訴 不要被這件事破壞家庭價值等等 謙遲做骨灰的時候 同性配偶 能不能夠拿回骨灰呢 一位聲稱自己 也是虔誠基督徒的 何君堯議員 他就說 用中生狼轉 明朝一個文學家 馬忠石很出名的一篇文章 一個故事叫中生狼 他說我們不應該對這些畜生如此仁慈 暗示同性戀者 我們不應該對同性戀者如此仁慈 他當這是畜生 先不要說他不對 我自己看回《舊約聖經》 同性戀者的確是罪大惡 極要滅之而後快 最早記載 舊約基督說同性戀者 神要滅同性戀者 就是所多馬俄摩拉 我們之前說過 天火焚盛 沒錯 整個城市都很喜歡搞屁股 對 那些男人無論什麼年紀都喜歡搞事 連上帝來的 這個到現在都是這樣 男人什麼年紀都喜歡搞事 這個是真的 他搞同性 結果上帝奪起來 天火焚盛 一鑊熟 一鑊熟 這個地方在死海的南邊 話說死海為什麼什麼生物都沒有 是神的其中一種懲罰 但有些泥很好 水都很好 很多礦物質 能醫百病的傳說中 我都查過死海泥 但我就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可能查很少 我一向都比較粗糙 就算去到摩西 大以色列出埃及的時候 摩西五經裡面都說過 同性戀也是要石頭打死的 以西結書也是石頭要打死的 到保羅新約聖經又說 要男與男行可憎之事 也叫猶太人不能夠學外幫人這些東西 因為當時羅馬社會 男與性戀比較盛行 在希臘之前中的 希臘羅馬也是這樣 羅馬的文化是繼承希臘的 因為他覺得女人是用來生育的 而你懂得玩的當然是玩男人 男女他都可以玩 雙性戀和同性戀 你進去的妓院 男又有 女又有 而且是公開的 體力夠可以兩個一起 這方面是很公開的 中國都有 不過中國就沒有那麼公開 龍陽之癖 龍陽 不過也沒有很嚴厲的譴責 誰皇帝很喜歡玩 斷袖之癖 我記得我和次官做過一集 你也說過這個漢哀帝 董燕和他一起同床共枕 我去皇帝扎著我的手袖 闊袍帶袖 弄壞自己的手袖 不要吵醒他 唉呦愛啊 者真是愛 者真是愛 怕迪羅不守居 但是不要 同性戀這件事 在香港就不屬於建制範圍 所以就刺到你盡 十屆沒有禁止同性戀 不過第七屆的監人 也包括在內 那是別人的老婆 他沒有說男還是女 我當他包括在內 但是同性戀者 我自己感覺 他之所以 香港的教會 或者建制中人 聲稱自己的信徒 那些 視之為第一大禁忌 冒必除之而後快 個個上了貢 甚至覺得 比起什麼 拜其他神還要大鑊的一件事 拜其他神還可以接受 同性戀不能接受 去到這麼嚴重 我覺得其實都是權力的問題 是 同性戀者 在中國 或者香港 都不是一個 掌權的一批人 我不是說贊成同性戀者掌權 不過西瓜靠另一邊 你 不是掌權那班 你就算不是弱勢 你不是掌權那班 他可以覺得 借你 借你 踩著你上 就踩著你上 沒有任何能夠 讓他樹立他的權威 他的話語權 讓他出到聲的機會 他都不放過 沒錯 而且他最喜歡 現在香港的 教會的禁忌 即基督宗教 包括天主教也好 基督教的禁忌 主要是集中在性方面 包括信與不信 不可同輩 只要他知道 某一個信徒 和非信徒 拍拖 就會一群弟兄姊妹 圍起來 你受到 魔鬼試探 魔鬼試探 可能受到核制 強迫你們 一定要分開 要不你讓他信教 要不你兩個分開 你如果要跟他結合 你就真的沒有辦法 在教會裡立足 我見很多這一類 有些就沒有辦法 很痛苦離開教會 但是家庭很幸福 這個我真的很不明白 就是阿楊 既然神創造萬物 這個hypothetical 我是假設這樣問的 其實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神會不會 弄一塊 他自己都搬不動的石頭呢 既然神這麼討厭 這個藍藍同性戀 為什麼他會創造到 這個藍藍 對對方散生情素呢 又或者 就是說 你剛才說的 在教會裡的信徒 既然神是全能萬能的 他怎麼會令到 這個男 這個女 喜歡了不是信徒的另一個人呢 我就不知道 我經常用舊藥、新藥問他們 他們 是不是都是雅了呢 還不是雅的 就是說 舊藥那些 新藥就已經重新立藥 所以舊藥的規條 我們都不用跟得那麼足 例如他們說 舊藥的聖人 例如大衛也有很多老婆 阿伯拉罕也有很多老婆 甚至阿伯拉罕的老婆 是他的妹妹 你們又說要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我說聖經什麼時候 一定要一夫一妻 你們的聖人 你可跟老婆這樣說 你可不可以跟老婆說 有 她是很虔誠的教徒 你的太太是嗎 難怪你這麼熟 次官的太太也是 劉夫人也是一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次官是不是 次官是一個無神論者 一個懷疑論者 什麼都不相信 那你是不是虔誠的教徒 我絕對不是教徒 絕對不是 我任何宗教都不相信 絕對不是 他不是回答不是 是說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很多人說 以為我是 但我絕對不是 因為你很熟 你真是狼狼上口 這只是講興趣 我問回他們 到底 為何你們經常說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一男一女 他們其實是要針對同性戀 他們不是真的 那麼關心家庭價值 但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那部分 那部分 但地球上的男女 比例 不是一對一 即是 阿神製造的時候 你一會兒就 這樣生出來 你明不明白 意思嗎 即是說 即是有記號 舉例子 譬如有個半月 你懶得是手工紗 然後我就找另一個人 跟我對著 合某一個鬥 還不是你 這樣 你就是這樣 為什麼 完全分不到 誰打誰 然後 數目又不一樣 像香港那樣 女兒又多過男 然後男女 又有契弟為主 那怎麼辦 好像我們這些優秀的女士 有個辦法 聖經有說 讀身是神的恩賜 多謝 你讀身 通常他對著姊妹說 對弟兄好笑地說 因為教會姊妹太多 出現了一個 男女生能 出現姊妹很難找對象 你一定要信徒 男信徒越來越少 信的很多都已經結了分 那怎麼辦 讀身是神的恩賜 多謝 我通常反駁他一句 這句是誰說 他是保羅說的 他說 神在創世記 上帝在創世記 我說 自己個人獨身不好 神認為應該 上帝應該說 獨身是不好的 那我問 上帝大還是保羅大 通常他們就不說 很多時候就說 新約和舊約 神在新約已經和人 重新納過約了 舊約那些已經不用遵守 大佬 那你又說 逢聖經也要遵守 跟著又說 辣了新約之後 舊約那些又不用遵守 那就是怎樣 其實很多東西 就是西瓜靠大邊 我覺得很相偽 就是 只要是建制 你有權有才有勢 他們做什麼 你都覺得 不違反 只要他說他是信徒 我們都是主內兄弟 但是如果他們沒有才沒有勢 沒有權的話 對不起 你做這些是不行的 尤其是 還有呢 牽涉到社會公義等等 不要碰 但是牽涉到個人的戀愛 性取向等等 他們就集中攻這一樣 是 因為有得抽 你建制 你權力 政府建制 你哪有得抽 當然啦 當然不敢挑戰 是呀 消十架拆教堂 打教徒 他AA都不敢A聲 是呀 如果我真的說 還有一個宗教事務室 要整個 有黨員在你的教會裡面監控你 這一樣東西 香港天主教相對於 香港基督教比較好一點 聽到林鄭 在政綱 當天還未正式當選 在政綱裡面已經寫說 有一個宗教事務的 在民政事務局 是 湯漢書姬 香港的湯漢書姬已經說 喂 我們關心這件事 直接跟林鄭說 林鄭在政綱取消這件事 取消了就不代表到時沒有的 你知道政綱講的那些 當然啦 但相對來說 他天主教都比較有吉使的 是 其實我就不認為他們反同是不對 我的教義是反同是這樣的 OK 你的禁忌一定要堅守 我也尊重你 但是麻煩其他更加相同的禁忌 或者是一些相同類似的破壞 你都要遵守 例如你現在 你高舉家庭價值 你現在整個家庭價值 是否純粹是因為同性亂搞和了 你破壞家庭價值 最厲害的是什麼 高樓價 高長工時 高工時 高官做壞榜樣 教育局的吳克劍這些 教壞學生 現在剩下一個半月都要去緬甸試冊 是啊 那他 唉 最大的破壞家庭觀念 家庭價值 就是高地價 是啊 長工時 長工時都算 如果你有間屋 兩個人有瓦遮頭 有間自己的安樂鍋的話 收工一夜回去 都見到兒子打橫躺在那裡 都可以很有情趣 還可以有很多事情做的 但問題是現在 學前議員 尤惠貞說 博物都沒有地方 有什麼家庭呢 有什麼辦法呢 很多教會本身是有很多物業的 現在很多教會 他有塊地 就經常說要拆了原有的堂 來重新建堂 然後不斷向信眾無捐 已經有些比較年輕 和有老的信眾 覺得你們是不是很笨 經常說無捐 無捐又不知多少億 但這些真的是很大的經濟效益 摩門教 直接要你每個月 硬性規定是捐10% 每個月 大哥大呢 你說普通人 你說香港捐10% 你都牙痛 不是 香港一般教會都是10% 每個月 要做十一系 很嚴格的 我真的覺得很尺 但是10% 我想這個當然是一個教規 聖經也有寫 但是聖經那時候 屬於牧羊和龍羹的社會 因為牧羊、牧牛和羹田 他們當時的社會經濟生產 經濟生活相對來說 香港現在簡單很多 現在香港10%的開支 是很金的 很金的 5%都很金的 所以我發現很多信徒是 因為收入不高的時候 就算收入幾萬元 你拿幾千元出去奉獻 雖然他是很心情 但是真的很吃力 我在日本 某個博物館裡面看過 他比起今時今日 可能2015、2016年的家庭收入 扣除房屋、飲食、衣著、交通等等開支 比起200年前 真可憐 我們現在做得更少 還有工作時數 以前工作多少個小時一天 接著一年放假多少天 如是等等 Apple to Apple的 comparison 現在是剩下很少 那時候反而剩下多一點 即是說生活質素 可能是更差過以前很多 我們完全是感覺到的 那這些其實是更加需要來關心 破壞家庭價值 你又不是 一味就當著同性戀 和信與不信兩樣東西 那結果呢 即是說 香港的家庭價值純粹是 性取向 以及你是不是雙方都信同一個宗教 是不是這兩樣就可以建立家庭價值呢 那我自己又真是有點拷頭 不過一說這一樣的時候 通常無論牧師什麼都避開 我覺得最怕的東西 變成一個新的禁忌 就是所有東西是一神教 我自己有宗教的 我自己是佛教 佛教不是一神教 相對來說我覺得禁忌沒有那麼多 佛教呢 其實如果你是出家人 即是比丘尼或者比丘尼 即是和尚 那當然 和尚 其實和尚本身 就不是代表出家人的意思 和尚本身是代表老師 一個尊重的老師 你叫他和尚 當然我們現在見到 就是出家人 師傅這樣稱呼他 尊重他 是的 但如果比丘 如果我沒有記錯 可以三百多條界 但是比丘尼 即是女性 就再多很多 即是一個雙倍 其實是很複雜的 要守個界律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尊重比丘比丘尼呢 因為其實他沒有私產 他全部都是屬於公家的 他的私產是規限得非常之嚴謹的 譬如只有兩件袈裟 兩對鞋 如是等等 即是很少的東西 那你說如果是弟子供奉的 譬如我見到師傅你沒有標 又假如我很有水 我送一隻金拌相鑽給師傅 我送給師傅 師傅戴不戴呢 那這個是師傅自己的judgment 如果師傅覺得說 你這麼有心 你送給我 我不要的話 你會很傷害的 那我戴吧 但可能其他人就見到 我怎麼搞錯啊 大哥 你和尚賺了金拌 很多人在這個時候 就生作為邪見 可能要詆毀他 就說他要念財 這個路 好了 這個時候就是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其實我們在佛教的角度 我們做一件事出來 要看他背後的動機 他的所謂法心 而法心這件事就抽象了 我怎麼知道要發生什麼 是不是 假如我是那個出街人 我戴著一隻金拌 我是因為不想令到我的弟子失望 所以我戴 而加上我其實對他 並沒有財物上的執著 我沒有覺得 我的金拌貴過你那隻 你走開吧 或者我那隻限量版 你那隻貼的東西 我沒有這些心 我只不過是因為 你送給我 我就戴 你送一隻精工給我 我又戴 你掃而已 我又戴 那我是平等心的 我接受你公約 因為我弟子 我不想令你不開心 但你看不到他 他不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因為你看不到他的內心 那很多人 就這個時候散生邪見 但如果你說 在他個人的因果層面 就是 到底他有沒有 剛才說的那些 即是說我厲害 我了不起 我那隻貴的東西 你那隻貴的東西 證明我 我呢 就是這個 道行非常之 道家 我說 講經 講得很好 所以我又跪標 就像濟公一樣 是嗎 走肉村長過 沒有犯戒 沒錯 沒有事 還有如果你說 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 即是講佛教 如果你說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 有些瘋瘋瘋瘋瘋 包括日本都試過出現過 對著佛像柯尿 接著 就 拿著白鴿就這樣生吞 但是 當然你可以說是神話化 真是誇張 但是 你覺得 你殺生嗎 他哪有 一轉頭 白鴿又在 又飛了 沒有死的 他是不是有特異功能呢 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我們不知道 不在現場 但是 很多時候 我們看不到的就是 他的行為背後 他的心境 我想大家都聽過那個故事 就是說 和尚仔 跟師傅 老師傅 出去化園 然後過河 有沒有聽過 美女 有個很棒的美女 接著就咬了腳 過不了河 老師傅就說 好吧 我背你過河 嘩 然後師傅仔就不妥了 那個小孩子 年輕的師傅仔 就說 有沒有搞錯啊 師傅 你還要背著他 你犯戒 男女授受不親 你知道 南傳 泰國那邊 他們的戒律是很嚴重的 連親生媽媽都不行的 如果出家之後 所以譬如你要供養些什麼呢 他有一塊布 然後你放在布裡 他拉一塊布過來 是不可以碰到的 是 那我就覺得 哇 非常要不得 你破解 那師傅就說 蛤 我放下了 你還沒放下啊 你還沒放下啊 是 這個故事是很出名的故事 其實呢 你那一刻 你是幫一個女生過河 這個是慈悲的一種表現 你寧願被人誤會你破架 你都要成就這個慈悲 這些就是真慈悲咯 反而和尚仔真是不夠道行 是啦 這個時候 我也不敢挑戰 譬如泰國的出家人 和尚增重 假如他經過一個懸崖 很dramatic 看到一個女生先走著 拔著懸崖的那條稻草 嗯 這個時候你夠不夠他呢 當然應該夠啦 你夠他要怎樣救呢 你伸一塊布來 他拔著一塊布 還是你伸一隻手去抓住他 伸一隻手去抓住他 他就破解了 那怎麼辦呢 應該夠啊 是嗎 是啊 有分輕重的嘛 男女瘦瘦不申有分輕重的嘛 現在是條命在那裡 即是你是男還是女 是啊 但是最近有另外一個爭議性 就是那個中學教師 女性 就登到一個珠穆朗話風的嘛 但是她就說 試過下山的時候 看到有人 就沒有氧氣樽 然後扯了蝦 那樣 引起網上的激烈爭論 到底應不應該救他呢 事實上是有爭論很多 但是其實呢 你只要在山上 走得多的時候 你就知道 有很多東西 你不是說 香港普通平地 打狗狗狗的就可以 還有第一 這個不是說 隨便說救就救 另外 上山的人 各自都要自己 負責回自己的安危 你考慮那個危險性在那裡 是不是 你不能夠一味大外交 我就寧願犧牲自己 你什麼什麼什麼 魔頂方眾師一來 你犧牲了自己之後 先換了什麼 你換了回來的 是兩個一起死 兩個都下不了山 還是怎樣 所以 不可以因為她這句話 就一味說 哎呀你又見死不救 你又不可以做教師 全部都道德能上身 不要這樣 是道德塔利班 不可以這樣說 你能夠救就去救 你那一刻 你根本是自身難保 是不是 有個另一個 你有沒有能力救 都是一個問題 還有是每一個人 都去登山 是一定要 為自己的那個安全 有個負責 還有之前有一個相當 足夠的考慮 是不是 你上擂台 已經是叫做 生死 大家都簽生死狀 打死了 你都不可以說她 說她謀殺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想上球場踢球 真是不幸斷腳 那你都不可以說對方 害你 除非她是故意 故意很粗 或是故意是 踢你上不穿下不穿 對 危險動作等等 這些有球證去執法 你做任何這些 比較高風險的活動 每一個人都要 為自己 事先有評估 和承擔風險 不能夠每次 用大愛 道德 那頂帽子 就這樣扣下來 不可以這樣 不公道的 大愛包容 說是很容易的 但你真的做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 是另一回事 還有呢 你現在坐在香港 你高床軟枕 你說什麼都可以 因為你不是在她的姿勢 英文所說 You are not in his or her shoes 鶴仔你想怎樣 但是呢 如果你換轉了角色 整件事就不同了 譬如你在香港 你可以覺得 歐盟是應該無限量接受難民 你又說難民 你很應該接受 但如果你在德國 你發覺 你現在的治安變差了 你下街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穿件背心 你發覺 很多穆斯林的男士 年青歷狀的那些難民 那些不是難民 那些是疑民 你發覺他們 爛仔的爛 爛仔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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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覺他們原來 因為牧師林本身穿的女性 很保守 他們沒見過鬼妹 你知身材多厲害 她穿件背心 流口水 可能會有一些非禮的行為 不禮貌的行為 我意思是 不一定是來摸你的 但的確發生很多 沙灘 音樂節 很多都發覺發生這些性侵事件 如果你是她 或者是你太太 你女朋友 你女兒 你妹 被人這樣飛禮的時候 你是不是又會 這麼繼續歡迎 這個牧師林移民 所謂大愛 我再舉了一個例 就是南亞海嘯的時候 2004年的時候 很多人捲下海 他們不是馬上死 而是抱著一些浮木等等 有些獲救 有些救不了 那獲救的 很多人出現一個心理的創傷 就是 我那時候隔離身邊有人 真的抱不到浮木 他想抱 但是我不敢讓他抱 因為那塊木太小 我讓他抱 我們兩個一起死 有個女孩 就真的 很坦白說 她說 希望他給一塊浮木 大家抱 她說不行 一抱的話 我都會一起死 後來 求他那個 另一個女孩 就被水沖走了 而她被救的 抱著一塊浮木 獲救那個 就一直都很內疚 但是我們是不是應該 去譴責這些 說你見死不救呢 在那個環境下 不可以 太過道德上身 大家那個環境 我們不是身處那個環境 不是說在香港打999 然後就有個白車來救 甚至我們在大陸 很多時候我們同情一些見死不救的 因為太過多人 善心 結果被人害回頭 扶老人 結果被人敲詐幾十萬 好心再一個人 接著就被人說他敲詐你 那個司機被人敲詐他 被人敲詐他 結果有個司機在上海 斷子 斬自己 即美子來到明治 結果令到一個本來禮儀之邦 變得很爛血 你是不是完全可以被人怪 如果我們上大陸 見到那些斷手斷腳 我們可以怎樣見死施救 我真的覺得宗教 現在很多人 開始走一套 就說這個世界不需要更多的宗教 已經足夠的宗教 還有宗教這麼多年來 帶來的紛爭 戰爭 死傷 是不亞於其他理由的 分分鐘多過了 多過了瘟疫 天災人禍加起來 以宗教知名的殺戮 就太多了 所以現在歐洲興起一派 就說我們不需要宗教 我們需要的是邏輯思維 我們需要的是人民 理性 需要的是這些 就不是宗教 但宗教是否完全沒有可取之處 當然不是 譬如 我們見到西方和東方 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講到這個野教文明 當我們形容一個好人的時候 西方往往會用一個叫做 A Good Samaritan 去形容的 一個Good Samaritan 就是 你說He is a church goer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He abides by God's law God's law 覺得他是好人 但是 在香港 如果你說他是一個耶忍 往往不是一個讚美的說話 這個是現在的耶忍 破壞了過往 教會和一些虔誠信徒 在香港 造成建立的公信力 以前我們七八十年代以前 教會香港是有道德力量的 你是信徒 你一定是內心比較好的 的確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到這個時候 我是信耶穌的 接著就去拜車公 接著就 那些所謂議員 建制派那些 突然間 以前九七年前沒有那麼多 他們聖共那邊沒有那麼多 甚至沒有一大堆聲稱教徒 九七之後 一大堆這些人出來 我信耶穌的 是票倉來的 是呀 結果就破壞了什麼呢 破壞了基督徒的形象 基督教的形象 而那些基督教領袖 也都破壞了 轉頭去閱兵 什麼什麼 也都沒有譴責 那些破壞基督徒形象的那些政客 結果呢 就是耶倫處處 而且他們經常說很多很差的事情 你有什麼辦法 不令到整個年輕一代 對他起了懷疑 我們最怕就是 他將這些教條為他所用 就是就他方便 什麼好處呢 他就扭去哪邊 就是有些 譬如我們某一個 前拍檔 不開名 免得開名 他就覺得甘地 印度甘地不是聖人 他的理由就是很特別的 他說因為他沒有推翻這個 總聖 印度的總聖 的制度 這樣 這個呢 我說的難聽一點 他真的沒有讀書 我又不是讀得書多 但是呢 我知道呢 原因在哪裡 我也跟很多印度人 因為我在印度做過 儒家訓練 你好熟 印度那些儒家先生 真正取經 呂王 我去過印度幾個 真正是取經的 不是旅遊 是取經的 我在印度住過 加加盟某年紀 直到現在為止 但是呢 印度都有人 印度的朋友都跟我說 他們不覺得甘地是聖人 但是呢 跟我們的前拍檔 理由不同的 因為我的印度朋友的理由 就是說 其實甘地是一個 很會market自己的人 因為英文講得好 他是醫生來的 律師 律師 普及化 令到更加多人聽到 還有他有leverage 就是他代表印度人 跟英國人去打牙教 去爭辯 但是呢 其實之前呢 他 在他之前有很多人 是真的土生土章的印度人 沒有像他這樣 受到這麼高等教育的 打生打死 跟英國人的抗爭更加激烈 即是甘地之前有很多個長毛 即是你說 舉例 大家所有人都推崇陽岳橋 其實長毛做了很多事情 大舊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呢 還有萬必做了一些事情 舉例是這樣 好了 所以這個是印度人的角度 看 但是我們的前拍檔 就是說 總性有沒有推翻 一件事他不明白就是 是 總性制度是很不公義的 是很離譜的 到今時今也是 為什麼你會見到有很多的強姦呢 如果那個女孩子是婆羅門的女兒 沒有人敢動她 當然如果你是 國會議員的女兒 大富商的女兒 都沒有人動你 但是更加重要 他看你的性 他不敢動你 因為他知道 那個壓力會太大 他就算那一刻悉心起 他也會有理性 會按住他 但是如果他知道你是賤民 四星以外 喂 你這樣不是人來的 是 你是畜生來的 你是動物來的 不可接觸者 喂 那我接觸你 我益你啊 大哥 他覺得 對不對 喂 你一輩子都不會有機會的 現在我給你機會 我高你很多等的 我肯碰你 你撿到 你連碰到我的影都不行 你連走我走的街都不行 那你還不是撿到 是不是 還有我殺你 等於我殺動物 有沒有人去 prosecute 我沒有的 等於你見到很多變態殺手 其實他已經殺了很多年動物 其實他已經殺了很多年動物 他們學尊重而 很可憐 就是他最喜歡殺貓 因為貓是很女性化 所以可能有些變態殺手 是他小時候被他媽媽罵 令到他很沒有自尊心 他自尊心受創 他想和女人發事 但是沒有女人肯騷擾他 他就找貓 所以對於印度的強姦犯 即幾個人集體鄰居 一個賤民的女兒 他們覺得我殺動物 因為根深蒂固 但為什麼這麼根深蒂固 很多人不知道 包括一個前拍檔都不知道 因為一個總聖的制度 是出自Krishna Krishna是誰 是今時今日都在拜神 他認為他是誰 就是印度三個神 Lord Vishnu 彼塞盧 其中一個化身 而是他最偉大的化身 他化身成為一個 英勇神母 簡稱英勇 英勇神母 然後博古通音 然後是上文下理 東西南北 他一種什麼都懂的 文武全才的 Krishna 我記得是一個將軍 而是他創立了總聖制度 而他的真正身份 就是Lord Vishnu 你怎樣推翻 你推翻整個印度教 是不可能的 而我想說 For the record 其實當年金帝是有嘗試過 是想推翻總聖制度 但推不回 正如今時今日 如果你說 你康熙和慈熙 你兩個 清朝扎腳就是 清朝皇室愛申閣羅氏的問題 其實不是 不是 其實清朝兩度下令 真是樣子你很清楚 就是康熙和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慈熙 是不是 我不記得 但清朝是落過令 兩次 尤其是不准這個 滿族女子摘腳 因為他漢化很厲害 大家歸首才摘腳 滿族女子摘腳 他們覺得嚴重破壞 他們那個滿族的傳統 所以就是禁 但是很多時候禁不了 是 因為你那個力量太大 大哥 你禁而已 你說要罰我 但是誰嚴重點 你罰我錢 我給你錢 還是女子嫁不出 嚴重點 對不對 那個年代就是 那個輿論壓力 社會壓力的而且存在 而今時今日 印度的而且總性存在 還是在那裡 譬如你不是婆羅門 你不可以做祭司 而婆羅門 是覺得很神聖的 譬如那些好的日子 如果有個婆羅門 來你家 叫你請他吃飯 你恨不得的 你會覺得好運降臨一樣 那我在印度的時候 譬如那些印度朋友 帶我去那些廟 印度教的廟 老實講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宗教 是藏傳佛教 而藏傳佛教 其實是受印度教影響得非常之深的 而印度本身也是佛教的出處 所以很多譬如 在西藏佛教 我們在佛像前面會供八供 八種供品 第一個水 兩杯水 由左至右或者右至左 看你是憤怒磚 還是直證磚 這些有些技術 不要再解釋了 總之在八個杯裡面 頭兩個是水 第一個水是什麼水 是洗腳的水 第二個才是飲用的水 水水花香燈桃果樂 我們有藏文的名字 這個說出來沒有意思 所以不要說了 第一個洗腳的水 其實是印度的傳統 因為印度的地方沙塵滾滾 客人去到你家 你第一時間會拿一盆水出來 可能放一些花瓣 放一些香的植物油 就是香燻油 幫客人洗腳 然後才幫他抹腳 是一種尊重客人的舉動 沒錯 而且是一個很慷慨的 experience 令到你學會謙卑 對於遠方來的客人 一個可能是你的親朋戚友 可能你很討厭二媽姑爹 你都要跪下幫他洗腳 亦都可能是一個路過的一個人 你都要他進來 問你拿一口水 拿杯茶喝 你都要跪下幫他洗腳 是一個很慷慨的 experience 其實不是西藏傳統 但他照單傳收 所以很多印度教的神 包括濕婆 包括障備財神 Ganesha 這些其實在藏傳佛教裏面都有 但他當然身份會不同 就不認為他是全能的 其實說真的 除了耶教之外 其他教都不覺得是全能 正如我們不會覺得 肉王大帝是全能 甚至佛祖都不是全能的 是神來的 不是 其他宗教其實不認為 他創造天地 他主了所有東西 其實不覺得是這樣 是耶教和猶太教 耶教和伊斯蘭 這三個特別厲害 其實伊斯蘭 都是耶教的一個姊妹宗教 我覺得他是 他近這個 什麼 猶太教比較多 更猶太教比較多 因為他的而是 他們認為是同一個神 只不過大家interpretation不同 他的先知聖人 都是很大班 舊約那班一大班 還有有一件事 他絕對不能跟基督教相容的 就是 耶神是不可能有兒子的 更不可能三位一體 這是歐洲人 後來搞出來的一套 所以這件事 就是無論猶太教和伊斯蘭教 永遠沒有辦法 跟現在我們所見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相容 基本理念完全不同 我就是傾向於舊有宗教模式 即是在這個一神教出現之前 是多神教比較包容 大家比較共容 所以就說 like I said 剛才所說 因為西藏佛教 它是來自於印度 所以很多印度的習俗都帶了過去 包括印度教的神明 不過在印度教的角度 覺得他們差不多是很powerful 創造天地萬物 但在西藏佛教裏面 就覺得他們是一個護法 是一個天人的角度 所以很多不認識的人 就說 你有沒有搞錯 你又信佛 跟著你又失婆 又將備財神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信什麼 這個時候 你千萬不要當著我面挑戰 因為你會被我數到 你一問不值 因為是你什麼都不認識 是你不知道 其實 兩者是共用的 兩者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將他納進來 正如你 道教本來就沒有觀音 觀音本來在佛經裡面 是一個男子 是菩薩 是菩薩 因為是男子 為什麼進了漢土之後 他變成了女生呢 而道家也有 就是因為有一個 叫做吸納的作用 因為我們很需要 一個慈行普道的一個人 一個形象 所以將你變出來 慈行普道 一個女性化的形象出現 所以我就說 我對於印度教的神 並不抗拒 也並不陌生 所以印度朋友帶我去廟裡 好了 頭髮了幾次 我去穿時裝 正常的出街衣服 不可以進去 要穿他們的 穿他們的傳統服飾 我以為是這樣 怎知道 我再換衣服 再換出印度衣服 都不讓我去 不讓我進去 可能他讓你進去外圍 在外面行個圈 但不讓你進去正殿 大殿 有些不讓 有些就可以 看看他鬆不鬆 管你嚴嚴 為什麼 歧視 他真的就是歧視你外國人 他認為你是外國人 你必定不了解他的教義 你必定不會尊重他的宗教 所以就不讓你進去 沒有辦法 一定要尊重別人的禁忌 是啊 本土先走 就算我 我前幾個月去穿場 我跟我太太走進去 然後有個很兇的教士 就出來 哎 我問 然後指去另一邊 原來他哭場分男女兩邊 男那邊佔三分之二 女那邊佔三分之一 女那邊去男那邊 是嚴重違反禁忌的 不可以被人渴住 我們又傻傻地走進去 看到你這麼兇 你應該去那邊 男女就分開了 你不要說別人 男女不平等了 沒有這件事 別人的宗教禁忌就是這樣 別人的神聖方式 崇拜方式就是這樣 你不能咬 女王說 不能咬我穿什麼衣服 你的規矩 你的禁忌就是這樣 我一定專政 你問我 我覺得不fair 為什麼呢 就是第一次 你跟我說 我穿的衣服不對 好了 我又再換衣服 你又不讓我進去 原來就是 手門口的bouncer 好像你落disco bouncer跟你熟就讓你進去 跟你不熟就讓你進去 你去得多 他讓你進去 你有水的時候 叫香檳 他讓你進去 一樣 你明白嗎 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 濕婆神顯現跟她說 喂 這女兒我不喜歡 你不要讓她進去 不是的 可能濕婆神在裡面 放她進來 很friend的 可能是這樣 但她不讓我進去 但她也沒有考我 你知不知道她是誰 你知不知道你進去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她是誰 她老婆是誰 她完全沒有考我 她考我 可能會發現 你認識很多 即如我去到日本 我去到上野那裡 有個 好像叫做 蜂族博物館 她告訴我 以前 戰前的日本是怎樣 你知道日本有很多 神社有狐狸 那個人還想跟我解釋 她喜歡吃什麼 我說我知道 生雞蛋和腐皮壽司 哎呀你怎麼知道 他還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你會知道 我跟她說 因為我也有看的 其實你問 你會發現原來她知道 她知道 就是她尊重我 讓她進來吧 但不要 不管 有你沒有你 不行 再不行 可能她對 印度對女性 尊重真的弱一點 沒錯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香港的女性 都算是比較幸福的 的確是 你去到世界 其他地方多 你會感覺到 是 除了歐美比較先進國家 這樣 北歐啊 西歐啊 這樣 都好一點的 最崇日下航的香港 香港的女性 你們認清了 這兩個行日 女性地位都比不上香港 沒錯 是事實來的 唉 所以 當你有某一部分的權力 拿在少數人手上的時候 就很嚴重了 不論是神職人員 中世紀的時候 政治 還是政治 還是經濟 沒錯 總之不是那少數人 你那大部分人 都是被欺凌 被壓榨 以及都是弱勢 但最重要是我們自己清醒 不要認同這種欺凌 不要認同這種壓榨 更加不好 以宗教為名 去做他們的幫兇 沒錯 好啦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我們要聽次官 講無術 講無術 一定要聽 拜拜 再見